-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老男孩直播 - 我們今天特別來賓是索娜 - 你要標準還是外國人? - 你就是外國人啊 - 你來個標準的 我想聽標準的 - 我的我的大家好 我是索娜 - 現在LINE版 - 那外國人是怎麼樣? - 我的我的搭配合我是索娜 - 這是日本人 - 這是絕對是日本人 - 哦...是索娜 - 誒 你是有...我覺得你是有語言天分 - 各種口音都是很...模仿的很精準 - 剛有聊到說這個想讓先讓觀眾認識一下你 - 我們剛有聊到說你是從美國德州出生 - 對, Texas - 對 - 然後我們剛聊到說Texas他之前是墨西哥的 - 所以你們整天都喝搭配合 - 沒錯 - 所以你幾歲開始喝? - 開始喝嗎? - 因為德州很嚴格,21歲才喝 - 但是我19歲就開始喝了 - 所以你要偷偷摸摸喝了兩年 - 因為我媽媽在看她聽不懂中文 - 所以我可以說是19歲開始,應該是基督教的 - 我被... - 你媽媽是基督教? - 蛤? 對 - 但所以...那表示你一定也是基督教? - No... - 但是你在那邊長大 - 對,你是說就是在那邊的時候嗎? - 在我家 - 對,你不能選啊 - 你不能選啊 - 你的影片有提到你從小被拉去唱 - 有網友說你的日文腔跟台很標準 - 然後口音很台 - 我住15年如果不夠台 - 我如果沒有那麼台 - 我覺得有點丟你,你不覺得嗎? - 沒有了,你在台灣住15年 - 對 - 因為你剛剛跟我說你40歲 - 所以你從25歲就待在台灣 - 對 - 那為什麼我們這幾年才認識你? -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我都是在做音樂的 - 然後我都沒有在認真做一些 - 就是算是YouTube那些東西 - 那YouTube是不小心得到 - 不是故意的 - 怎麼樣讓你開始做YouTube - 因為應該你們都知道AreWe - 你的YouTube頻道 - 好機車頻道 - 跟你的partnerAreWe - 對 - 他算是我兄弟啊 - 我認識很久 - 然後我們一直開我們那個跑酷公司 - 然後我們每天在辦公室在講幹話 - 然後他老婆一直說 - 你們剛剛看一個頻道 - 你們知道好好笑什麼 - 是這樣講什麼 - 他一直在問我們大概一年 - 我們就說不要啦 - 他很煩耶 - 我們怎麼都不懂 - 然後我就是看YT就是舒服而已 - 然後我們有一天我們說 - 因為他就是對音樂有興趣 - 因為他沒有去過國外 - 所以他也對黑人文化有興趣 - 然後我只要跟他分享 - 就是嘻哈的文化那些 - 然後我們他會說 - 如果我們講嘻哈的東西 - 可能我們可以這樣子 - 然後中間就講 - 就是加一些幹話 - 然後我們就在慢慢研究 - 就是台灣的嘻哈文化 - 我們發現幹有很多蠻屌的人 - 我們都不知道 - 所以這幾年才開始研究了解到台灣的rapper - 有些很酷的 - 因為以前我們 - 都是聽美國的就對了 - 我知道台灣有嘻哈 - 因為我是DJ - 所以是廠企業店 - 但是我不知道台灣 - 這是有underground的那種文化 - 對對對對 - 就是我們在研究是很好奇說 - 只有台大吸眼有熊仔那一曲 - 所以我們都覺得OK - 那我們就一起去discover台灣嘻哈 - 我們就一起去discover台灣嘻哈 - 我們就做它in front of the camera - 這樣子 - 所以你們的頻道先從hiphop開始說起 - 對 - 然後你們後來說越來越多 - 然後你們就開始教英文 - 然後國外外國的文化 - 對對對對 - 教英文其實流量還不錯 - 你來台灣有教過英文嗎 - 你說 - 你來台灣有教過英文嗎 - 一年多然後覺得 - 欸 這是不是 - 那是不是我 - 那是不是我 - 沒有 - 就我們認識的所有老外 - 在台灣一開始的工作都是教英文 - 對 - 那個土耳其的藝人吳鳳 - 那個也是光頭嗎對不對 - 對也是光頭我跟妳一樣 - 吳鳳 - 因為他以前是 - 來台灣就教英文 - 然後後來在comedy club - 跟我們一起講脫口秀 - 後來他famous - 其實我一點不一樣 - 因為我進來台灣我就是DJ跟音樂製作 - 然後我 - 因為有一段時間 - 因為我是常去日本就是放歌 - 然後中間我只是要賺一點錢 - 我要build my studio - 想說可以我去教英文 - 然後我教英文 - 我說欸 - 這是不是我 - 後來就玩音樂了 - 所以 - 所以有一個網友說 - 看個人頻道感覺超高 - 但其實 - 我很硬的 - 好不好 - 你怎麼不知道 - 對 - 因為我們的頻道的盡頭 - 我是故意設定近一點 - 說要big as a motherfucker - 因為你說的很壯 - 但是我超矮的 - 對 - 很多人是這樣子反應 - 說欸我以為你很矮 - 我以為你很高 - 是嗎 - 我也是這樣覺得 - 真是很重要 - 所以身高跟長度是正比的嗎 - 呃 - 什麼不好說 - 你今天來之前 - 你這種 - 你這個長度的話題 - 不能在黑人面前聊的嗎 - 對喔 - 我們兩個對他們來說 - 都不成正比 - 我以為是看手而已 - 你手還是很大 - 你可以插手 - 台灣是這樣子 - 欸是嗎 - 台灣人是看這樣嗎 - 台灣人是看這樣嗎 - 為什麼 - 不是他這樣 - 他看不到 - 他頭比較好長 - 他頭整個 - 後面到後面 - 直接那個point - 按那個point - 討論是真實的 - 他們說15年前 - 為什麼會想要來台灣 - 短版 - 我在大學認識一個人 - 一個台灣人是從羅東來的 - 另外一個人是從文山區 - 他們在台灣的時候 - 我們是念工程 - 他們都不會講英文 - 但念工程 - 你懂我意思嗎 - 所以我們後來就變好朋友 - 他就是跟我 - 介紹台灣的文化 - 那時候我都沒有去過 - 然後我 - 那時候我在當DJ - 我在就是 - 巡迴嘛 - 做巡迴 - 美國還是 - 美國跟國外 - 是歐洲、澳洲 - 然後那時候 - 亞洲越來越多 - 亞洲的Cage越來越多 - 然後他就說 - 我有個朋友 - 他是要搬Party在台灣 - 那如果有機會可以去台灣 - 我說OK可以啊 - 然後剛好是 - 6月2006年 - 他就陪我去台灣 - 然後我就做一個巡迴兩個禮拜 - 高雄、台南、新竹都做的 - 然後那時段 - 我已經over美國 - 啊 - 很爛 - 我要去別的地方 - 真的 - 所以 - 我到台灣的時候 - 我來大概48個小時 - 48個小時的時候 - 這個地方就很爽 - 要記得啊 - 那時候只有阪南線喔 - 只有阪南線 - 跟那個15年剛開始 - 對對對對 - 很少 - 我可以理解 - 因為他15年級 - 而且他都只去夜店 - 因為有案子啊 - 有案子啊 - 我在北京 - 我在北京我只去夜店 - 跟街案子我也很爽 - 北京我也很爽 - 沒有沒有 - 但是我真的是認真 - 就是理解台灣文化 - 因為我最好的朋友 - 就是他是他們的文化 - 台灣人 - 對 - 然後以後我都 - 好像我 - 那時候我回美國 - 大概幾個月 - 如果有機會回台灣 - 我就住一陣子 - 然後過沒多久 - 一個月後 - 一個月後 - 那個Tour Manager就說 - 欸你Fall怎麼講 - 秋天嗎 - 是秋天 - 秋天 - 秋天 - 她就說 - 欸你要不要再來一次 - 說好 - 買給我一個1-way ticket - 1-way ticket - sold all my shit - 把房子賣掉啊 - 把我東西 - 我就住我媽媽家幾個月 - 然後上飛機 - 然後住台灣一年才回去了 - 所以從那一次的1-way ticket - 你就打算要long stay台灣 - 對啊決定的 - 好 Seriously - 你覺得到底是不是 - 因為台灣的妹子很辣的關係 - 沒有其實 - 很多人問這個問題 - 對 - 很多人問這個問題 - 很多人問這個問題 - 一開始我都是蠻喜歡日本女生 - 一開始 - 大家所有人都喜歡日本女生 - 好像是欸 - 全球的人類 - 甚至宇宙人都喜歡日本女生 - 一開始喜歡日本女生 - 一開始喜歡日本女生 - 但是來台灣之後 - 還是喜歡日本女生 - 哈哈哈 - 然後以後我就 - 但 - 那種看日本的AV - 沒辦法 - 15年前有Google - 蛤? - 15年前有Google - 就是來台灣之前 - 對對對 - Google是2005 - 對 - 所以我在美國的時候 - 我知道日本文化 - 但是我不知道有那種AV女的東西 - 看的不多 - 我們在美國看的很少 - 對蠻少 - 對 - 就是不同的口味 - 但你一定Dating過日本女生 - 所以覺得日本女生是最好的 - 那時候 - 但是我其實蠻開放的 - 就是 - 看的氣氛 - 對吧 - 對 - 對 - 對 - 那以後 - 就是 - 就歡迎台灣女生 - 來我的生活 - 所以是關於女生 - 當然是關於女生 - 當然是關於女生 - 當然是關於女生 - 我是一個機會愛人 - 不知道這個怎麼翻譯的 - 不知道這個怎麼翻譯的 - Player - 這什麼翻譯叫Player - 不好聽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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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是一視同仁的 - 可是日本女生好像 - 如果跟就是 - 國外的交往 - 好像他們都會去搬去國外 - 可是台灣不一樣 - 台灣好像都會把 - 外國人留在台灣 - 台灣人 - 喔你說把外國人留在台灣 - 台灣不會搬出去 - 也有吧 - 也有啦 - 應該是蠻多的 - 可是有看那個什麼 - 日本台台 - 好吃驚 - 日本那是什麼頻道 - 就回來日本台 - 日本太太好吃驚 - 日本太太好吃驚 - 日本的女生好像都是 - 日本太太在那邊 - 好吃驚 - 好吃驚 - 這麼爛的哏 - 這麼爛的哏你也接 - 天啊 - 吃驚 - 你不要經歸人家中文不好 - 這麼爛的哏 - 你只能採索爛面堅強 - 所以你要講什麼 - 沒有我覺得 - 如果她 - 如果那時候是 - 她如果跟一個日本女生在一起 - 搞不好就會被跑到其他地方 - 就不會在台灣 - 啊 - 可能 - 可能是 - 啊 - 啊 - 感情這東西很難說 - 啊 - 對吧 - 對 - 不確難說 - 嗯 - 索大最喜歡應該是在 - 是台灣的東部吧 - 如果就整個台灣 - 你比較喜歡南部 - 南部 - 你喜歡南部 - 喔 - 台南 - 喔 - 台南算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 為什麼 - 為什麼 - 呃 - 因為德州也在 - 美國人南部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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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南文化 - 台灣西海也是在這邊 - 啊 - 啊 - 啊 - 就是說很多 - 蠻有天才的 - 藝術的人也是從台南來的 - 啊 - 可能 - 可能是水有一點尿啊 - 不知道 - 欸 - 這樣說有一點 - 藝術以外 - 呃 - 還有什麼台南吸引你的地方 - 譬如說妹子比較辣 - 或是說食物比較甜 - 呃 - 嗯 - 妹子比較甜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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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知道怎麼說 - 就是台南的城市 - 就是感覺 - 人 - 文化 - 人 - 也就是 - 基本上 - 那個感覺就是很chill - Chill - 對 - Chill 但是 - 你還是覺得 - 欸 - 不知道中文怎麼講 - 對 - 台南我回來就很多個 - 很多個idea可以說出來 - 喔 - 對 - 對 - 我記得我們 - 我們有一次我們去台南 - 就是找大小 - 喔 - 我們就想出來 - 我們要做那個 - 人類有機車的比賽的想法 - 喔 - 對 - 對 - 對 - 我覺得台南比較有很多 - 獨特的東西 - 因為台北比較是 - 國際市場 - 它就比較 - 沒有那麼特色 - 嗯 - 國外的元素 - 對 - 台北人比較喜歡 - 國外的元素 - 日本的東西 - 歐美的東西 - 可能 - 可能 - 台南比較local - 它就等下保留了很多local - 可是發展出到自己的特色 - 因為你做超多事情 - 比如說你是DJ - 而且你的DJ是可以touring - 全球touring - 表示你的DJ的功力也是很不錯的 - MC 然後跑酷 - 然後你做youtuber - 所以你感覺你就做了很多事情 - 感覺讓我們覺得你就很酷 - 這樣 - 所以你小時候就是cool kid - 那我就是fuckingnerd - 我小時候就是超nerd - 真的 - 我不是說是青龍珠 - 是青龍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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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 真的假的 - 真的真的真的 - 我都超愛心的 - 我足跡 - 對 - 還有那個什麼one piece - 跟golden boy - 都是 - 然後我在北京 - 認識一個黑人朋友 - 叫Anthony - 他是from Chicago - 他也喜歡這些東西 - 我們年代的黑人 - 都超愛亞洲洛華 - 日本 - 中國 - 越南 - 我不知道為什麼 - 對啊 - 為什麼 - 跟Jackie Chan有關 - Blues Lee - 成龍是原包嗎 - 洪青包 - 對對對對 - 被他民想很多 - 可是你長大那個時候 - 你身邊有 - 就是牙裔的朋友嗎 - 什麼是牙裔的朋友 - 就是Asian - 對 - 不是他們而已 - 因為我爸是非洲人 - 然後 - 非洲也是 - 那時候是跟中國有好的關係 - 然後他們就是 - 如果在香港是有 - 他們有上片 - 非洲有時候會 - 賣他們的那個video - 你是透過這樣 - 可以看到那個電影 - 對對對對 - 然後我就看到成龍 - 還有日本的shokasuke - 還有援標 - 是紅金堡嗎 - 紅金堡嗎 - 紅金堡 - 那時候幹這個人在幹嘛 - 這個超帥的 - 那時候沒有跑步 - 沒有跑步 - 沒有跑步那種東西 - 對對對對 - 還沒有跑步可以看 - 中國的 martial arts - 對 - 所以我被他影響很大 - 真的 - 然後小時候看這個 - 再來就是看那個anime - 日本anime - 對對對對 - 第一個算是One Piece - 不是 Golden Boy - 然後Dragon Ball - Golden Boy - Golden Boy - 中文名字不知道怎麼講 - 就是一個 - 他是個小色狼 - 就是這樣子 - 我好像知道 - 他就是可以做很多工作 - 很厲害的那個 - 他算是 - 他怎麼講 - 可能要收訊一下 - Anyway - 我們等一下收訊一下 - 所以 Golden Boy Dragon Ball - Naruto - 我沒有看過 - 我沒有看過 - 但他今天年代 - 2000年之後 - 對 - 我沒有看過 - 這不是我年代的 - 就叫黃金小子 - 對 - 我有聽過 - 但我們有色狼 - 他是色狼 - 他有很多妹子 - 他有很多妹子 - 他有很多妹子 - 日本漫畫很喜歡 - 就是這種 - 好像平凡的劇情 - 可是有加很多肉內褲的元素 - 或者是肉內褲 - 那個年代我就是 - 哇有卡通 - 卡通有大奶的 - 因為美國 - 因為美國沒有 - 我們都那種東西 - 所以大奶派 - 你是大奶派 - 什麼是大奶派 - 就是有些人喜歡胸部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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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喜歡胸部小的 - 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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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不是反對大奶 - 我可以接受 - 我可以找辦法接受 - 但是屁股 - 屁股一定要打 - 屁股一定要打 - True - 很棒 - 不是我們有偏見 - 是黑人真的喜歡打屁股 - 不是每一個 - 有一些 - 有一些 - 在某個地方我沒有聽過 - 可能 - 可能有喜歡小屁股打 - 不是說每一個 - 就是 - 949.9拍 - OK 謝謝ZXC的斗內 - 斗個索納 謝謝 - 謝謝 - 謝謝 - 還有謝謝林玉帆的斗內 - 謝謝 - OK - 黃金小子 - 他在台灣叫黃金小子 - 黃金小子 - 高登伯 - 高登伯 - 高登伯這個 - 沒有看過 - 這個動畫名聲聽起來 - 還就會蠻黑的 不好意思 - Like a golden finger - 17.5度 - 17.5度 - 欸 皓倫也 - 今年也快40了對不對 - 對阿 - 還超過 - 因為我們是誰 - 我們33算通年齡 - 所以皓倫小時候 - 1983 - 1983 - 差不多 - 所以小時候看的動畫 - 也是跟我們差不多 - 七龍珠 - 然後 - 我都看那個第六台 - 第六台是什麼 - 那是什麼 - 喔 彩虹頻道 - 我不知道 - Adoles channel - 而且那個時候是freed - 就是你轉到就可以看 - 或scramble - 對對對 - Scramble 就是那個 - 有一個箱子 - 然後對了 - 好像看一個奶奶 - 她跑掉了 - 她跑掉了 -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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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不懂男生考求型的困擾在哪裡 你知道嗎 我們在那時候是不可能的任務要做事情 你知道嗎 而且會激發我的幻想力 我那個時候基本上看到那個廣告啊 平面的廣告啊 看到只要有兇罩就覺得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以前的素材很少 以前那個material很少 你找到任何的 因為網路沒有那麼流行啊 對 沒有大火機啊 檳榔的盒子 哦耶我看過 我看過那個 對對對 有那個年輕 那個泳裝 檳榔盒泳裝的 就可以用了 靜香錄音的畫面 我們是你要 可能你認識一個 滿18歲的朋友 然後他買一個那些 就是playboy的magazine 然後放在森林裡面 因為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得座是非常保守 所以如果 他們就反對那些色情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被罰單了 所以如果你買 你會放在森林裡面 然後是某一個地方 你發現說我跟你說 你就往前幾步 再用那個地圖 我們又在說誇張 說誇張 你15歲的時候 還是15歲 11歲 對 11歲 這樣 對 穿掉的時候不是要幹嘛 因為沒有感覺 所以說 看到那 那我 那怎樣 就是 登記年才會知道 你得到樹林感覺會不會挖一挖 就挖到骨頭 就像Texas Merzick Massacre 傻人 你們在看媒體 然後有一個穿人 那個 Oh shit Voom Voom Oh man Shit 我不知道Texas這麼保守 對 這麼保守 英文算是 英文就說 Bible belt Bible要怎麼講 聖經 所以Bible belt是 得州人所有人都在旁邊 算是最保守 最紀錄教 最最最 就是不開放的地方 最共和黨的那一個 最大象的地方 對最大象的地方 哈哈哈哈 啊Shit 但還是因為是你是小孩子 因為你長 如果你是大人的話 你可以賣成人雜誌 Adult Magazine 你要去一個地方 就是特別賣那些東西 然後你去的時候 一般人 就是不要被被認出來 他們戴個帽子 感覺 感覺你被 你被 你被傳染 你就戴個孔子 三十七了 他說 我要那個 就是那個三十七 海益大難事 哈哈哈哈 真的 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欸我雖然覺得 我們活在台灣很幸福 欸你有去過日本嗎 有有 日本的 日本便利商店 而且是開放 他都沒有那個 他賣內褲勒 對 然後你那個 去日本的Hotel 隨便開 喔全部都 什麼都有 我第一次去日本 我就瘋掉 說我開了 幹我知道他們的那個漫畫很誇張 真的是超過我的期待 很美的 你第一次去日本的便利商店 你會一直 BioLock GIFT SHOP BioLock GIFT SHOP 這是會睡嗎 是BioLock 一本超便宜 一本的幾百塊Ruby 超級便宜 我就Bit Oprah You get in that cool You get in that cool Oh man Texas is hardcore 嗯 現在比較開放一點 現在好一點 Man Yeah it was OK 所以你在台灣15年 所以你到你現在 呃 還是會感受到一些文化差異嗎 像是 呃 你現在敢吃臭豆腐 或助血糕這樣食物 哈哈 還是不行 我本來不吃豬 但是臭豆腐 味道其實OK but the smell 喔呦 那個 我沒辦法接受 對對對 所以不是 是口感嗎 就是不是 the taste 就是那個 the smell like oh smell na Int about that life yo 我沒辦法 我有聽過一般人講過 他沒辦法接受 對對對 因為我聽過一般他都覺得 這是你一般的炸豆腐 炸豆腐 然後淋上那個蒜蓉醬 他覺得味道差不多 他不懂為什麼要用臭的豆腐去醋 哈哈 yeah 我覺得yeah 這為什麼要那麼臭 真的有 真的是把那個味道好一點嗎 也是 你知道台灣有些臭豆腐店 會加大便進去嗎 No 沒有啦 我就喜歡那種臭的像大便一樣 北投有好幾家是這個味道啊 臭不吃 那現在在哪裡吃得到臭的像大便的臭豆腐 北投有幾家 因為 不是因為你經過 你經過的時候你沒有看到他店名 你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有人在這邊在拉死 哈哈哈哈 你會去站在那裡 哈哈哈哈 死胃 我倒是死胃 真的都不胃 對你沒有看到的時候 你會覺得是水溝的味道 你說在北投 嗯北投 現在還有這種店 有有有 不是說只有在中國那邊 才會有一些不衛生的餐食 中國那個絕對不能吃吧 哈哈 那台灣這邊 台北有一家很有名 我不要講他店名 他就是他還標榜說他可以放 放到最後他已經不叫臭豆腐 他叫臭膏 少女的 他叫臭膏 是因為他已經 已經整個是糊糊的這樣子 臭膏 他不叫豆腐叫膏 對叫臭膏 因為臭到變膏狀 對對對 糊糊的 發酵最久 Shit 這個我都可能都不行 對不起 Shit Oh my god What Oh my god 這個我也不敢 所以那 那我問你 就是你會在 你在台灣這些年 因為你多多 就我們 就會有遇到過這種 台灣人 對有一種 比較 好像要欺負你 或歧視你的言論 這種行為 或者說像 會不會有台灣人 會拿這個說 對著你拿這個說 你有沒有喝過 你會以為真的是走路歧視 但是對我來說 歧視 你懂嗎 就是 他就說 Cultural Cultural 我不知道怎麼翻譯 就是 文化差異 文化差異 文化 就是 他們不懂文化 有什麼 內容的敏感 對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那種 就是什麼 Fuck up的精神很棒 就是你不管做什麼事 就像你喝醉 或者是什麼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我剛去的時候 碰到朋友 你都去哪裡 在荷蘭的時候 講清楚 然後反正就做 大家交出去 他會有一種 啊 今天就是Fuck up 那沒關係 I just wanna fuck up 不是 可能有一點 可是他就覺得說 Fuck up他就接受他 然後他反正還是把這個東西執行下去 我覺得這個精神很好 啊台灣人比較 我覺得正常比較 就覺得說 我不想走到Fuck up這一步 因為其實我不確定台灣人 可能很多人都一樣 就是 可能尤其台灣人 可能更是這樣 就比較害怕失敗吧 哦 害怕失敗 你講是這種的 Right 我覺得 Fuck up有什麼樣 就是真的 徹底搞砸這樣子 更慘烈一點 不用害怕失敗 嗯 所以 但我們剛才講的Fuck up 是說 所以 就是你的文化差異 除了說 除了說 比如說 會有人會 你有聽到什麼 讓你覺得會 心情很不好的 這種嗎 比如說 有人叫你歐巴馬這種 其實歐巴馬是升級的 因為歐巴馬之前 就是黑人牙膏 還有什麼 黑人牙膏 喔 那個什麼 黑人牙膏真的很無聊 對 但是很常出現的 而且我記得老師 什麼 因為你們應該知道 黑人牙膏的歷史 對吧 黑人牙膏是什麼歷史 我們反而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為從小就是 從小弄到大 但我們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是黑人牙膏 黑人牙膏 原來是叫Darky What 對 因為英文是Darley 他們改 他們大概 因為我進來海灣 他還是叫Darky 但是他們過幾年 就 因為 OK 我需要用英文 當然 因為 他的Logo 就是一個黑人 戴那個帽子 糟米帽 對對對 以前 白人在美國白人 是用這個image 就是起勢黑人 都說 你們的嘴巴就 就大的 然後牙齒都白 然後臉都是黑的 然後 英國就是叫 Minstrel Show 我們 Mistrel Show 黑人 黑 黑 黑點秀 對對對 然後這個image 就是 the actual Logo 所以 但我來 說 你娘 你什麼牙膏 你一開始來臺灣 你看到牙膏 你傻眼 對啊 為什麼 而且 你的鄰居說 送你一個牙膏 因為他們 台灣人解決說 黑人一定要用 黑人牙膏 像一個禮物 有時候就說 你幹嘛用 你不要 好不好 所以我拿的時候 我在 然後我看 旁邊有白人 然後是拿白人牙膏 我好想問 所以當我們 你第一次看到 那個包青天的電視劇的時候 是什麼 是不是 包什麼 包青天 你聽到那個 看過了嗎 就是一個 把臉塗很黑的 一個 中國古代的一個官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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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的那個嗎 這邊有個 那個Moon 這邊有個月亮 喔耶 我知道 我知道 這個 海洋風有無果 對 對 他也是 我看到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 就是台灣文化 是怎樣 就是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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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在一個 Metro Show 在中國 哈哈哈哈 因為他好像 文化不一樣 哈哈哈哈 你懂嗎 像觀光 觀光 觀光是塗紅的 紅的 因為就是我們美國的文化 真的太fucked up 所以很多人是被洗腦 就是 黑的就是不好的 所以你去別的國家 他們根本沒有那種文化 你懂嗎 但是 對 在我們 外國的臉 看到是 欸 鬼 但是你只是 這是我們的問題啊 這是我們的問題啊 對啊 因為在美國 尤其在現在好一點 可能在過去的二三十年 就黑人永遠演反派 然後永遠是 like Steeler 走偷偷東西 黑人不是演反派 是演第一個死掉的 我可以講 還好你講那個 因為我 對對對 我會一直 你要講什麼 我可能會改變 題目了 當然 當然 他講那個是因為 我第一部電影 就是我演的是一個 最後被殺死的黑人 就爆了就爆了 然後就是在台灣的第一部的 僵屍電影叫氣城 蛤 然後他們好像有人偷上傳YT 然後所有人就是 幹這部電影是黑人 你就是演到最後才殺死 你什麼世界啊 你很晚才死 蛤 你說 你很後面才死 還是你沒死 後面才死 我是最後一個死 哇 所以我就說 欸 I'm representing 你有沒有生氣 你有沒有生氣 因為你本來想說 這個配文 應該要第1個死掉 所以他演到最後 演太久了吧 我第一次被殺死 我就是 oh 這真的是地靈啊 因為黑人怎麼可以 根本活下去這麼久 真的 因為台灣人不懂 這個潛規則 台灣人不懂 所以你是國外的 你的演出是一直 你去看啊 這很好笑 國外看這電影 這不寫實 oh my god 所以剛講到電影 所以你說 你之前有 你剛有跟我們聊過說 你在中國有拍過一些電影 尤其是 有個非常非常紅的電影 叫戰狼 對 你跟吳京一起拍過電影 對 oh shit 你可以聊一聊嗎 這個電影 哪一個 哪一個 吳京有什麼姓屁 吳京 吳京也會看著習近平打手槍吧 他是吧 吳京跟習近平打手槍 至少也要看國籍吧 會看國籍 習近平也會看吳京打手槍 沒辦法 因為吳京 吳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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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在這個戰狼 因為可能很多人沒有看過戰狼 畢竟是中國的電影 所以你在戰狼裡面演的是什麼樣的角色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是 我是司機 而且是美國軍人 對美國軍人 我們是一團隊 他不是美國 他就是 不知道哪裡過來的傭兵 他們是傭兵 真的嗎 你說 你的角色是 傭兵不是 就是他不是 oh mercenary 但是他們的台詞就是我們是西方的 因為就是那個地方是 他們統一起來 西方的 那一種 Care about 你就是西方的 你們兩個人 你是從那邊的 就是要破壞我神州大陸 雖遠必住 吳京 Don't give a fuck about Where you from oh my god 你以為我是戰狼 我而我 oh man 所以出現的時間多嗎 還是一下下 算是多 跟我想的還多 我以為我是一段 你以為你很快就死掉 對 我誒 沒有沒有 他們前面殘殺那個 因為被死掉的那個中國人 也是把他鋪陳 就是 啊我現在結束 我要回去看我小孩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那啪就死掉了 然後做到他那個愛妻感 然後所有的壞人好像在 啊殘殺他 一直這樣子 所以這壞人是西方的嗎 對對對 而且殘殺好像在西方 怎麼都不管了 就是殺什麼 whatever 所以你在裡面算是Gangster 呃 司機 哈哈哈哈 Gangster Gangster driver 你知道這個笑話嗎 我不知道 因為在 在美國 我就是 以前就是 就是 就是 黑人努力以後 就是不是有那個 一段的事情是 總督歧視 是不是恩嗎 然後 你要 就是黑人找不到工作 所以他們只有兩個工作 賣西瓜或當司機 哈哈 所以 所以 所以我當司機 是 哈哈哈哈 誰也沒人 然後 沒有叫你去採棉花 哈哈 哈哈 啊 啊 啊 哈哈哈哈 已經很客氣了 OK Dustle Spirit Type 呃 Dustle Spirit Type 第二集就會拍到新疆 對 哈哈哈哈 而且才沒有 還很開心 對 哈哈 喔喔 偷偷可以看一下 這我去年 我去年去上來的時候 看到這個 這個廣告 哈哈 我看 你看不懂嗎 Fuck 打 打 那是 打掃房子讓我 對對對 堅底子 打掃房子 什麼廣告 你跟他講一下 喔對對對 這個我已經PO過 這個 攝影二號機 看一下 看得到嗎 這是什麼廣告 喔 Shit 喔 我看過 我看過這個圖片 你有傳給我看過 Shit 手摺一下讓他對著 喔 嘿嘿嘿 喔有的 打掃屋子 打掃屋子讓我來 喔 喔 超 哈哈 而且 而且他不是算那個 他是一間 一間只有 大概一百塊台幣 我 那那個在中國 這個清潔工超便宜的 而且他一定是中國人去清潔 他只是不知道為什麼要找老外來拍 其實大部分叫的都是中國人 那不然為什麼要找一個黑人來拍這個廣告 完全不曉得 黑人拍這個很 很不行吧 可是他們沒有覺得 我覺得他可能還覺得說 他們敏感度很低啊 中國人敏感度非常低 關於這個 我也有問題 上次之前網路上流傳有個中國人 把男朋友 原本是一個黑人男朋友 丟進洗衣機 哈哈 然後洗衣機 然後他變成 對對對 這蠻Fucked up 變成中國人 這蠻Fucked up 這個不行對不對 這個上國際新的 對對對對 很久以前的 大概八九年前吧 是洗衣機廣告 對對對 中國的 對對對 黑的都洗能白的 送報告 Fucked up 可是代表他真的完全沒有那個 那個敏感度 對對對 但是我來說問題是 你這樣子做 讓我想的事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黑的是髒的嗎 對對對 因為他想深一點 不是總度其實是 所以文化就是 如果你的皮膚比較深 不過你不管是從哪裡來 就是算是不好的 就說 欸 很乖乖的 這就是歧視 所以 但會不會有人看到你 我這邊還沒問完 會不會有台灣人看到你 就說你身上有沒有火 哈哈哈哈 哈哈 只是台灣人比較膽小而已 不敢問 對 會有一些 可能直接講 然後 就是講一些 他們覺得是開玩笑 所以我們不熟 我一直在說 我剛認識你幾分鐘 你就開這個玩笑 嘿 那那那那 你懂嗎 對 但是幾乎都是好奇 可能不知道 他們可能沒有出過國外 還是就是 因為要想台灣人 對外國人越來越多 但是 對我來說 一般台灣人很少 有機會可以 啊 接觸到 而且我覺得出去玩也不算 你要真的在那邊 就是一般生活 才可以 才有辦法感受到這一塊 所以你4月20號要去哪裡玩 有活動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幫我買票嗎 哈哈哈哈 有活動有表演嗎 4月20號 明天在那個 觀光街的全街啊 我們就幫一個 明天4月29 你覺得 我比較在乎4月20歲 哈哈哈哈 應該會進去一個 西人派對 哈哈 我也有興趣 哈哈 所以 那你會注意聽 你的周遭的台灣朋友 或是白人朋友 唱饒舌的時候 會不會唱出End War 對啊 之前 其實蠻多這個影片的 蠻多 蠻多 我覺得現在大家都覺得是 就是開玩笑的 可能是問我 不懂我們年代 我就覺得 欸 這很危險 對啊 對啊 back in the day 就在之前 隨便講是危險的 但現在 那你會在意這件事情嗎 其實我 因為音樂是音樂 所以我覺得 你要唱你可以唱 但是你也是要接受 看這困難 因為不是每個黑人一樣 不是每個黑人都覺得 欸沒關係這樣子 所以你 我覺得你不可以用 我的說法 然後你去美國 然後你再講 欸我的那個 但是鎖了鎖的 哈哈哈哈 放個手 然後閉鎖了 哈哈哈哈 我怎麼放你鎖納 我怎麼放你鎖納 所以你已經很死了 哈哈哈哈 傻傻的 台灣 鎖納會那麼平 因為台灣沒有帶槍 哈哈哈哈 德州的德州的帶槍 他都說很準 我們是開放的 好不好 很準 對這個 因為已經 已經 就是不同年代 已經離這個很遠 所以他們的看法 也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很多就是 因為媒體被洗腦 他們覺得 欸 因為這種東西 我是被洗腦 是我必須要有反應 但是我根本沒有反應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也會被主流媒體洗腦 說你應該要生氣 對啊 因為我們的文化 You need to understand like in America It's like Everywhere we go is like Obi cause you're black Obi 因為你生氣 所以你從小一直聽 就像 如果你是個弟弟 然後大家說 你很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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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來你變瘦 但是你也是怕 像那些bodybuilder 為什麼要這麼認識健身 因為他們就 我胖 我真的是奇葩 就覺得看到那個就對了 一樣啊 他們已經被洗腦了 他們是胖子 因為被羞辱感 就是會一直記在心裡 嗯 所以你在德州長大的時候 那個德州應該是以 還是以社群是以白人為主 對 對 德州蠻嚴重 因為要記得 德州是最後一週 不要放棄那個黑人的努力的 哦 是最後一週 德州以前是在自己的國家 當美國政府說 欸 我們要開始就是把那個 就是Slavery 就是努力 我們要挺正式 幹你娘我們就離職啊 我們離職啊 這樣子啊 我們離開 對我們離開 對不是理職 靠北不是上班 對 離開離開 對對對 所以他們買老生的 所以那個心條旗就是 那個南方的那個州旗 我聽不懂 是不是 心條 Texas 就南方 那時候南北戰爭嘛 南北 當中他們有一個符號嘛 就是很多 Stripe Stripe flag 我不知道他們的 Stripe flag Stripe flag 從South 哦 The Confederate flag 對對對 就是那個橘色跟藍色那個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在 心條旗 對對對 對 OK 酷 所以我們來聊一下這個 其實為什麼我會這次 很想要邀請索娜來上我們直播 是因為索娜最近在他的 好機車YouTube頻道 做了很多這個 在講Will Smith的影片 連續做了三四支吧 對 對 好險你有做 不然我覺得 任何的 就是台灣的Stripe flag 就講 大家都會覺得 你們不懂 因為人家最早就想說 你看吧 你以為的美式幽默 然後人家都會打你 所以 這不是 正確的美式幽默 我不要講白癡了啦 就低能 很多台灣人 就是他們不懂 他們 因為台灣人只知道Will Smith 然後所以 他們不認識Chris Rock 所以 很多台灣人 他們就是 Oh shit 我就挺Will Smith 但 我看到的 在國外的 網路上的言論 其實是挺Chris Rock比較多 對 那你看到這個情況 你會覺得很意外嗎 為什麼台灣人都比較挺Will Smith 我覺得是因為 Will Smith的Marketing 在亞洲 跟Tom Cruise一樣 就是很 他們就是很用心在 在托他們的名字 對 因為Will Smith有在台灣 好像三四次吧 他每次有大部電影 他都來台灣 所以他的名氣 算是在台灣 在台灣是蠻大 但是因為Chris Rock 是一個Stand up Comedian 然後 Comedy在台灣 就是那種的Comedy Stand up 就算流行 對 所以我覺得也是就是information 然後也是因為 好像阿威跟我說 就是新聞 都在推 就是Will Smith是對的 那個 就台灣主流媒體都推這個言論 對對對 因為他錢啊 有錢啊 我覺得 喔 有存了 因為你要想 他明年本來要上那個什麼 Bad Boys 4 或Hankard 就一定取消 但是 所以他第一個地方 他不會去中國 他現在會去台灣去推啊 所以他們必須 對我來說 我看本來是有錢在投資 這個 所以他們必須支援 不然賣不到票啊 Babber Street就很難看 Babber Street 我正要講那個 對啊 like 啊 man like 啊 yeah Money Lords Used to be funny Used to be And Will Smith Used to be Col Punk Fuck bitch Fuck bitch Things change yeah man 啊我跟你一樣 因為我很喜歡你 最近的 最新的那支影片 大家如果 沒有 還沒有看他 去好機車頻道看 謝謝 你最新的那個影片 你講 其實你很喜歡Will Smith 所以 我也是 因為我們從小看 Will Smith的電影長大 M.I.B.I.D.4 things like that 所以 就很心痛 就like 喔原來他平常過的這麼壓抑 然後我 我看網路上看到有人說 他甚至他這幾年 就有depress 抑鬱症 而且有自殺傾向 對 有自殺傾向嗎 嗯 他 他寫的那個很寫實 他介紹的超寫實 有 我有看 是因為他的那本書 他是去年 就發他 所以他寫很多的 喔哇 其實 我們美國粉絲就看玩笑說 這個是 但是如果你的老婆在幹別人 你就寫一本書 怎麼克服 我不是這樣說 書的應該要講說 就更直接一點 當你老婆幹你的兒子 最好的朋友 5分鐘 5分鐘當你寫會 How to deal with 5分鐘 How to deal Your wife fuck your friend What can I do 對 真的是這樣子 And if you are a hero Self-help 101 很慘的 真的很慘 所以 所以 郝倫 所以我真的覺得 經過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男人一定要勝選老婆 郝倫你怎麼看 對 我覺得這影片真的很好 他 謝謝 非常 謝謝 就是大概17分鐘 對 但是看起來像是5分鐘 因為很精采 整個 就是大家 就是在那個唐納頻道 有最新的 最新的 最新的 可能會 Self-destruction 可是我想問 因為我曾經也這樣 所以 就是怎麼講 我以為我是Alpha男 可是如果 如果 如果今天 他覺得他自己 Alpha male Alpha male He seems he is a alpha male 可是 對 就是女生比我跟Alpha的時候 他是表現很強 可是他是跟那個Jetta一樣 就是 他偶爾會產生一些弱的狀態的時候 他說你不用 不用幫我 當他願意幫你 他願意讓全力 讓你去保護他的時候 你會覺得 我保護他是一種榮耀 就變成Y9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就會 怎麼講 上癮 就會上癮 Y9有可能會上癮的 對吧 其實所有男生 幾乎都是這樣 What 其實男生很容易變成這樣 Y9上癮 就是 男生其實就會有這個 因為痛是會成癮的 Y9 因為痛苦是會成癮的 就跟BTSM一樣 被打 然後就 Oh yeah 這 這 WILL SMITH超M WILL SMITH超M 他答應叫M MILL SMITH MILL SMITH 這超M MILL SMITH MILL SMITH 好人群 你繼續說 這其實叫做 女性認證 就是 Female Ledication 應該這樣唸吧 或是 Female Social Proof 之類的 之類的 就是女性認證 男生很容易 以自己有沒有女朋友 所以才有什麼 脫單 脫單 脫單等於脫爐 其實這是一個男生 很常見的一個症狀 他把自己內心的東西 投射到外面 所以我看索娜的影片我覺得 不只是為了什麼 其實很多男生 其實Red Pill當初 為什麼那個Rolto Massey 為什麼會寫Rational Male 就是因為他的一個親戚 因為他太太出軌 最後就拿槍把自己頭轟掉 所以他才寫Rational Male 就是說男生 其實男生才是真正的浪漫主義者 男生比女人還要浪漫 男生才是真正為愛付出一切 但是這個社會也是一直洗腦 專業還會看二號機 同意啊 出名 我覺得就是看索娜的 我覺得第一 可以看 第二 我真的感覺 果然是黑人才了解黑人 我跟你講他那麼深 對 真的 真的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想到那麼深 對 三個階段 欸 我要特別謝謝我朋友阿威 因為這個他的邏輯蠻強的 我是有很多ID 我們要把就是安排就是很清楚 還是幫我真的 所以不是自我一個而已 阿威真的 我不知道你沒有在聽 但是 對 You really give our way as props 很多人以為他在後面開玩笑 其實他算是那個 我們的節目的producer 對對對 他是蠻強的 對對對 而且他都是翻譯的 他字幕都是RV做的 對 而且因為你閒聊的那很快 就是雖然大概13 15分鐘 其實我覺得有講到 將近三四十分鐘的重點 就是每一句話都要把那個邏輯給釐清楚這樣 喔 人的麥克風 喔 沒有聲音嗎 他說太小聲 太小聲 可是我發現 黑人的族群裡面怕老婆好像很多 對不起你說 怕老婆 怕老婆 黑人很怕老婆嗎 黑人男生 因為那個Chris Rock他有講 有可能 因為黑人男生不是結婚的時候 常常就跑不見在外面 喔 那個是另外一種 可是 可是那個 因為Chris Rock他有講很多那個 他的Beats 他就是說 那個黑人的老婆結婚之後 在家之後多兇 然後 喔對 這個 對我來說是 每個男生 不是黑人 就是 就是你結婚之後 It's like OK 我是固定這個 這個 I don't know I don't wanna say 不好就是 貓 那隻貓 可以叫你做貓 所以我是固定這個 所以如果 我要就是有機會上 我必須要聽他的 他講說就是 PUSH 對 PUSH 可以跟你說PUSH 可以說PUSH 他說你只有一個PUSH 對 只有一個PUSH 我要就是 Keep it close 所以 我不要找麻煩 平衡 就是平安就好了 對對對 其實所有男生 全球所有的 很多 很多 我覺得 不是怕是尊重 哈哈 他們兩個結婚了 對 結婚了 尊重 非常地 非常地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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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強調 不要強調 Fuck 你沒有 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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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for Vendetta Fuck Fuck 幾乎 都是每個男生 就是要 Keep their investment Fuck Keep their investment Fuck 讓不要 rock the ball Yeah True 這個想法就是很浪漫嘛 對不對 就是你覺得 我對他 我付出一切 我對他好 他就可以一直在我 我可以控制住他 但我覺得JEDA 可能也是很痛苦的 尤其 連他女兒 欸那時候 那時候是他女兒寫的信 寫給他 啊 那個好誇張喔 那個太扯了 那把他 我看到你講 那個我想說Fuck Is Tupac still alive? What the fuck 其實我們有很多 因為這個歷史有很多 沒有辦法加進去 OK 但是我可以說就是 JEDA跟Tupac的關係 很多人都覺得 好怪 你們是好朋友 但是他的手越來越下去了 就在 Fuck body and soulmate He's like man But Will Smith也是 這個我沒有在裡面講 Will Smith本來是瞄準他 Will Smith以前有看過他在另外一個節目 然後說 欸這個女生是誰 我要去找他 會認識他 然後他去 他約時間去認識他的時候 他 不小心就遇到另外一個朋友 然後他的朋友有幫他介紹他那時候的老婆 所以他就是 他本來要找JEDA 但是 It didn't happen 就是那個 situation是 他就遇到他那時候的老婆 然後他們後來就 就Dating 然後結婚了 他是一直在想JEDA 他一直在in love with他 但是都沒有遇到過他 所以我覺得 他的大錯點是 他沒有 他就不知道他在幹嘛 他就不知道他在幹嘛 然後他就是loss 那JEDA也是loss 然後他們兩個在一起就變成 Double loss Double loss 對 沒有沒有 JEDA還是Dominate everything 對 當然 他本來是賣毒品啊 那種 你需要知道的事 沒有 沒有 很聰明 我跟你講 我以前在荷蘭的時候 他們應該是 都是在 他們是從非洲直接過來的 就是 在荷蘭 在荷蘭 那時候 他說 你遇到荷蘭的黑人 很多從非洲過來 那可是 當我們 因為在荷蘭 他們最 我們最需要的人 就是必需品 就是腳踏車跟毒品 然後我們就是在晚上 在Downtown那個地方 就是 就是看到 腳踏車 不用講話 對 腳踏車 這兩個 我就知道 What the fuck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自己樓下就是那個 所以 我們樓下 一樓 一樓他們是 租就是 他應該是只有三個人 可是因為每天晚上 都會很多人在那邊放音樂 這樣 然後放音樂 我就覺得 很吵嘛 我就下去跟他說 可不可以小聲一點 然後可不可以 這是什麼手勢 就先買一點 馬上去 因為我因為我做 他們住一樓 他們一樓在開趴 我在二樓 我在窗戶旁邊 就一直聞到 然後我跟他說 因為 可不可以小聲一點 你這個就很像 C-COM會出現的 那個 亞洲的 樓下 對 亞洲的樓下 就是 Can you keep it down Now and give me a pop pop OK OK 然後就 Oh yeah That's all right 然後隔天起來 我假裝就被幹走 哈哈 這是電影的 謝謝 你住荷蘭多久 我就住大概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對對對 酷 OK 那這個事情 Will Smith打 Chris Rock 你看到黑人打黑人 你會覺得很難過嗎 心痛嗎 沒有啦 哈哈哈哈 我 我難過的是 是因為是一個 Bits打一個 很好的Comedian 因為那時候 不是兩個艾爾沛騎士 是一個Comedian 就是Comedy 因為現在在美國 很多人在對Comedy是戰爭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 A war on comedy 就是Free Speed 好像MeToo MeToo運動 好萊塢 現在太過於強調 Polical Right 對 PC 對 PC 所以目前Comedy 其實蠻慘的 他們就在Pushback做一些 然後 所以我覺得 Like Dave Chappelle 講了一些 一個叫Andrew Schultz Andrew Schultz Roast 他有Roast Jada 很 Yeah Fragrant 2 Podcast 他是不是即興的 是不是 他是Comedian 他是Stand Up Comedian 也是Host 他有一個Podcast 叫Fragrant 2 他在那個 他的Podcast裡面講 因為我看他的後面 背光都是Improvement 然後我一直以為他是做即興 Improv 那個Comedy Club 叫Improv 對 在 Improv 還是California I think it's New York 還不確定 Yeah 好像是 Improv有很多 有很多 像是一個在紐約 一個在加州 但我還不確定 OK OK 所以那你怎麼看待 你覺得好萊塢 或你們覺得好萊塢很偽善嗎 就是Will Smith在那邊 一邊哭一邊支持 大家還要站起來 罵他鼓掌 對 我覺得是 因為你要想一下 就是 那群的人 他們在他們自己的世界 他們都是 每一天 大家就在幫他們撲欄趴 然後 他們去一個地方 每一次都是 Chris Rock瞄準他 就是把 就是蛋丟到他們臉上 他們都已經很討厭 Chris Rock 所以Will Smith去打他 說 欸 做得好 其實我們都很討厭 他都不幫我們撲欄趴 他一直在欣賞我們 你們生活真的很慘 你有沒有意思嗎 所以他就說 Yeah Get him 所以我覺得是 是這個意思 就是他們都覺得 欸這個人在一直嗆我們 所以 Will Smith就是在代表我們的 所以他就是 Stand up for us It's not even about 就是男女關係 沒有沒有沒有 OK 那不管他們都不管 只有Denzo Know it all Denzo know it all Oh man 那群人真的 因為好萊塢已經在越來越下去 大家都不管好萊塢的東西 我們都看PewDiePie 對 差不多 真的欸 美國的OQ 或是那個什麼VTuber VTuber VTuber fans VTuber是誰 VTuber是Kawakula Gula Amelia Watson 很多那個CG的那種小可愛女孩 Vir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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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don't know that 我都知道 Because you're falling Shit Mo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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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 你怎麼知道 那你知道 你知道那個吧 你知道那個 那個什麼 我不是要講那個N-word 什麼來笑話啊 你知道 你知道那個VTuber 就一開始那個VTuber 最早的 最早那個 伴奈愛 不是不是 在後面那個 那個做成 這個就是 初音 初音 然後初音 我都不知道 你做音樂的 你不要初音 你知道二次元是什麼嗎 你說CG 二次元一定知道嗎 他太喜歡Anime 就是 哦 初音是一個 日本的Anime 然後做成那種3D的 可是 他後面操作的 那個實際的 那個直播 Livestream的那個人 他是實際的人 OK 可是你觀眾在那個 YouTube上面看到的是他CG後面的那個 OK Character 一寫一寫 然後初音 Like Avatar 之類的 Like Avatar 然後初音是那些Avatar的在前輩 他是一個Software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 Miku Miku 他另外一種比較Vocalate Vocalate 因為初音好像沒有一個真實的扮演者 沒有 他是個3D投音 對 那現在之後的VTuber他是 VTuber 就是你看著他的形象 你喜歡他 可是他的人是真實的人 哦 OK 而且不可以露臉 永遠不可以露臉 完全 因為你就是喜歡這個 所以露臉你就那個沒有那種 Vertual Avatar就好了 所以你不是Otaku 你不是非常 好像都不知道了 我才是比較Otaku的 我們要的馬克 我跟你講你要試著去接受 我只是喜歡雞龍字而已 沒有沒有 蛤 沒有 他一圈超人 我跟你講我瞬間去看 我覺得真的很可愛 很可愛 很可愛 很棒 你沒有感覺是因為你還沒看過 對對對 我真的你看 走 You're going deep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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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給索娜一個名字 讓他回去看一下好不好 Gura Gura K-U-R 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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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a 其實我覺得 那個VTuber 我覺得也可以接回Will Smith 蛤 因為我一直覺得VTuber 是一個男人的頭色 他內在理想形象的頭色 所以有一些VTuber他的就是 他看起來是卡通 然後聲音是女生 那其實是男生 所以中資人是男的 其實我只認同這一種VTuber 我認為VTuber的中資人應該都是男的 因為 為什麼 就是一個幻想而已 而最會幻想就是男人 男人把他的幻想投射成VTuber 這是我認為這是VTuber的本質 而威爾史密斯在旁邊 他也是把JEDA當成是VTuber 他的愛投射的平板 JEDA根本就 這好像有道理 這有道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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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投射了十幾年 對 JEDA根本不愛他 JEDA的野心根本就不愛他 不愛他 但他還是投射 啊啊啊我愛你 而且他的兒子跟女兒都被JEDA影響 也不愛他了 我覺得不是被他們影響 因為你被他影響 我就還醜化他 我覺得是他們兒子 你自己看得出來 喔誰才是Dominate 他就是媽媽 對對對 就看清楚這一切 他看清楚了 對啊 真的 哇 能說的有道理 JEDA是VTuber 下一集 下一集 原來JEDA是VTuber的 好啊 你又新節目了 又可以做一集 比較輕易 這個好人來的 會不會有人做JEDA的事 她經營 我被那個軟件 你咧 好 Win Smith說我跟他看爆 他看爆 Win Smith看爆 去Win Smith 你懂得 我訂閱嘛 哈哈哈 Win Smith喜歡一個那個網球的Vtuber 網球的樣子 你看 你說像電影嗎 真的嗎 手帶的笑話 對啊他講那個 網球Tennis Bowl 喔 對 他說就是那個什麼 他說在口交的時候 掌握一下那個王球 因為King Richard King Richard 你之前是不是有做過一個影片 在你的YouTube頻道 也在講龍K的有嗎 有嗎 你有做龍K事件嗎 我不知道龍K事實在 你可能沒有做 這是龍K 龍K是一個Stand up comedian 女生 老K是另一個台灣Stand up comedian 有聽過老K 有聽過老K 就是因為 你知道那個事情嗎 你知道一點點 但你沒有做過影片 我記錯了 我沒有很理解 所以我覺得我講的可能 那你覺得 以你的觀點 你覺得任何東西 都能拿來寫成笑話嗎 我覺得如果你是Comedian的話 You should Comedy is comedy Funny is funny 但是如果 譬如說你是一般的人 那你的行業不是Comedian 閉嘴 因為你不是 我們不是好朋友 你懂我意思嗎 譬如說 如果我們都是朋友 我們都認識很久 像我用阿威 認識阿威在十幾年了 所以如果我們在開玩笑 我都知道 他開玩笑的是從哪裡來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般人 你 Don't tell that shit 我都不知道 我怎麼確定你是 真的是我們是好朋友 還是你在就是偷偷摸摸攻擊我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你去一個 我沒有講過這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去一個Comedy club裡面 There's no rules Funny is funny 所以你不能說 欸你不能用我皮膚開玩笑 因為我是種子殺小 This is comedy club So如果你不喜歡離開 我覺得是這樣子 成熟大人 完全認同 那同樣的你覺得任何東西都可以寫成饒舌歌嗎 什麼意思 Rap 你覺得任何東西都可以寫進成Rap 寫到Rap裡面 Lyrics 我覺得看你怎麼做 因為不是每個人會Rap 不是每個人會Rap 可能 Eminem does it 很不錯 但是一般的人 可能是Rap 我覺得是看你怎麼做 OK 對 看你怎麼辦那個主題 做的 看怎麼做 Depends on how you do it how you present it 那你有聽過他的歌嗎 其實我沒有 喔 試一下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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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一集 出一集 完全不講 有機會等一下試一下 你有跟Paris台灣版本嗎 沒有 所以我們講到饒舌 我們講一下這個 所以你在 你看 你也看完了 因為 看完了第一季的大嘻哈 台灣大嘻哈時代也都看了 對 然後那些你也跟NTV台有合作 所以你也 那些Rapper 饒舌歌手你都認識 不是都認識但是都知道了 都知道 所以 呃 你看完台灣大嘻哈時代 你的感想是什麼 你覺得這個節目 我覺得 第一季 他們還有就是 Has said there's room for improvement 因為他們第一次 有勇於 對 那我也覺得 我不知道我們能不能講 就是 希望會有第二季 可以這樣說吧 我們都希望 但我也聽說製作人說可能會有 但還沒有確定 對對 因為他們要就是很多東西他們要解決 但是我覺得 這個東西是很重要 是因為 你要給 可能沒有平台的人 有 不是平台舞台 是不是 舞台就是 在秀他們的文化 不管你從哪裡來的 不管你是 你是Otaku 還是你是賣毒品 還是你是怎樣 賣毒 不重要 不管你是Gura 還是Gura 對 對 不一樣嗎 你在台灣可以賣 你在台灣可以賣 不需要再去講Rap 對 在台灣賣很危險的 你要很Hustle 很危險的 對 對 終於是你有Bars 就是可以上 可以上 我覺得很棒 這個節目 你們也都有看一些 我也有看一些 好輪的比較少看 我有看那個潤紹的 潤紹 台南潤紹 台南潤紹 我看完這個節目 我很驚豔 因為其實坦白講 在這個節目出來之前 我們認識的饒舌歌手 就是比較流行的那幾個 就是熱狗 大支 熊仔 蛋堡 然後Leo Wang 大概就是這幾個 比較上台面的 但是 因為這個節目 就多認識了20個饒舌歌手 而且其實都很屌 我覺得這個節目很棒 對 他們把Underground 就是帶過去 流行的 就是Mainstream的 我覺得很酷 那你覺得 你看你也看過中國的 選秀節目 韓國的 有看過嗎 有 有 沒有 可是我覺得他們很可惜 就是他們 真正Underground這一批 他們等於連 進節目都進不去 就他連上節目都上不了 你說真正Underground 對 就是跟他們的那個 中國那個拖球大賽一樣 你說中國真正Underground的Rapper 上不了 就是他真的懂這個精神 或者他真正表演的好的 上不了 上不了 所以我不知道 因為他們不是賣那個 他們不是賣Underground的東西 他們是賣流行的 對 那你覺得中國 台灣 韓國 你覺得三個國家的 HIPHOP的這個VIBE 或是你覺得感覺 跟你覺得有什麼差別 有什麼差別嗎 我覺得那三個你說的 只有兩個遊戲 只有韓國跟中國 哪有啊 只有韓國跟中國 沒有啊 這個你說的算是誰 你覺得你沒有那麼喜歡中國的HIPHOP 我覺得有一些中國的Hip-Hop沒有上過他們的節目 可能第一個他們中國有嘻哈的第一季 好像有幾個是很OK 好像那個誰有台灣的有上 但是以後他們好像就是把嘻哈 然後就把老舍變成一個就是IDOL的節目 衝起來之後你要趕快撈錢 你不撈很快就沒了 他在中國待很久了 那個你只能瞬間暴富 你開什麼價格都有人就要接 然後你就是要靠這一年趕快把他賺保就對了 我公司只開了半年就倒閉 我開了半年 然後就碰到疫情然後我就回來 差一點 那你們覺得呢你們覺得這三個 OK 我自己看我韓國看比較少 我韓國看比較少 但中國我看了我中國下第一季我全看 當然前幾名有些還是可以的 我覺得中國因為我看聽中國饒舌歌手 然後有些作品我覺得還可以 Guy PG-1 PG-1滿掉的 PG-1 Johnny J 或是有個叫什麼 Answer J嗎 不是嗎 Johnny J 然後還有一個忘記名字 然後他們有些作品還是可以 當然跟台灣比我當然覺得台灣的還是比較在地化 台灣比較酷 像你說潤燒的東西太酷了太喜歡了 潤燒的那個 潤燒很活潑 對很活潑 可能台灣我大俠時代我最喜歡的可能就是潤燒跟Multiverse Multiverse很特別 我蠻喜歡他們的 他們怎麼都敢做的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他們 他們的歌詞是有點Risk 對 但是我覺得因為對我來說在美國 Hip-Hop已經死了 Hip-Hop 真的嗎 我聽說是有名的 是Hip-Hop Hip-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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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OK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要說就是 Hip-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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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現在的美國的Hip-Hop Hip-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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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New York Underground 對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為Joy Badass不是 Dsmoke也是 Dsmoke已經出了兩套套套套 都不知道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以為Dsmoke算紅 因為他在Netflix得到Champion 我跟你講 Dsmoke你知道他的Net worth Net worth怎麼講 他的Net worth就是 網路行銷吧 收入 應該是收入 對 他的收入是多少 沒有超過50萬美金 一個一年 是Total Total 他的Net worth 50萬美金 對我來說已經很多了 他就在加州 加州你要買一個房子 至少要300萬 對 所以因為很多Rapper 是100萬幾百萬的 但他 Snoop Dog有提供他 對 Stevenam famous Not getting rich What 因為他不是賣 他不是賣一些 就是Bish Money Hole Bish Money Hole 是 你懂我意思嗎 Dsmoke 是Netflix的選秀 我完全不知道 饒舌選秀節目 很好笑 嘻哈網的第一名 他是第一名 但是 他因為他不是饒舌 那什麼 Hit Money Hole 他不是饒舌 他是饒一些 like serious stuff 對 JDA20年前賺都比他多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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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反正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我不知道 oh shit 我認為是這樣子 如果你要說 underground Real Hip Hop 我覺得台灣 已經超過了 他們已經在 那個地方 因為你們 在台灣 西哈算是蠻新的 Everybody's oh shit 這個是新的 他們在Digging 那個東西的 美國我們已經超過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他說 真的是真嘻哈 對我來說 我在美國長大 是台灣是最有的 因為 因為 You guys have You guys are going through real shit right now oh like like 你覺得我們台灣的Hip Hop 現在有點像是美國 like 80 90的東西 對 真的嗎 真的嗎 我很好奇 因為你是 因為你是美國人 所以我很在乎你的觀點 所以你沒有recognize 現在美國的like like little Uzi Vert 他們的東西 like Cordette Cordette 蠻屌 但是Cordette 也賣不了 他也賣不了 他上個的Album 沒有賣過 沒有超過20萬個Unit 真的很爛 最紅的是Travis Scott 你不認識Travis Scott Travis Scott 有一陣子 因為他會做Beats 我覺得他的Beats 蠻屌 他的Beats很屌 對 然後他也是 Rosa很OK 他做Mainstream的東西 沒關係沒有不好的 但是如果你要講西啊 他那個Underground的文化 很少人在做 真的 你覺得還是比較想要聽到一些 Underground很Raw的東西 其實我都喜歡 我沒有再反對 是目前的流行的音樂 我只是說如果你要說 就是那種感覺是很Raw很Real 美國比較少 因為可能是因為我們待太久 我們過太爽 就好了 我要輕鬆了 就好了 我去練習 拔到Mainstream 我要在sliding 我那個女友的DM 好不好 我要專心那個 是那個Real的東西 那我意思嗎 知道了 知道了 OK 所以 那我很好奇你的想法 就是 台灣的 如果台灣的饒水歌手 Top5 你會選誰 Oh shit 台灣 因為你要記得我是外國人 所以歌詞我沒有很聽懂 我就是 我只能把 vibe and feel 就是 vibe 就是 他是一個真正的Rapper 你發音要清楚是Rapper Ra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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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到蛋寶 蛋頭 熊哉 蛋頭 潤哨 還有那個 只有5 只有5 所以我要整理好 我要整理好 我要整理好 OK 但Top4是個Dope 蛋寶 蛋寶 蛋頭 你喜歡蛋 柴葉蛋了 就順便這樣 蛋寶 蛋頭潤哨 潤哨 是Dope 然後還有你說是熊哉 熊哉 對 非常技術 他們 就是他們的overall 感覺度來說是很RAW 但歌詞我還不能控制 對 對 好 那你們呢 你們覺得 我嗎 我的話 對我來說太難 因為我歌詞聽得懂 對我來說太難 但潤哨一定有 潤哨蛋寶一定有 潤哨蛋寶 熊哉 熊哉 熱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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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20歲就在聽熱狗 所以是你們的偶像 他做20年了 所以他太長了 流亡 流亡 流亡是很冷 流亡是很冷 他怎麼都會的而且 他怎麼都會 他很雷鬼 對 但我根本都不聽雷鬼吧 流亡 我覺得他就是 他要做什麼就可以做 他不試著整個畫面 他就是我做這個 各位我覺得他就是 因為他就是幸福的台北人 他就是 幸福的台北人 對他就少了一點 少了一點壓抑 少了一點壓抑的感覺 他沒有痛 他沒有痛 因為他從小說we we so well 我本來要說那是A 憑你們講就好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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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C Collective 差不多 那 那 那國外呢 你們國外有什麼特別的Follow嗎 國外應該只有我在聽吧 他們可能比較少 我很少 對 我還在聽那個NNS 因為我稍微講一下 因為他可能現場 現在網路上的人聽國外的HipHop比較少 但我是聽二十幾年了 所以 我有想跟你分享 我想聽你的就是 如果西岸的話還是Tupac 西岸還是Tupac 然後東岸就是JZ&NNS 然後 如果只能選五個Tup5的話 那南岸就是六位 South side South side 然後 如果是New Generation的話 Mac Miller 我覺得Mac Miller 很多人就 他們就睡覺 他們就 看不起他 為什麼 他是過世的時候才 大家都覺得 但是他都很屌 他一直都很屌 對 但是 是等他過世 對 Mac Miller 我以為是他跟Ariana Grande 交往來飛 也是啦 Solo Mac Miller 對 他們算是蠻屌的 他很會 第五個我選不出來 我在之前想了 那Maybe Wu-Tang Clan I don't know Wu-Tang Clan Wu-Tang Clan 跟武當什麼 武當派 對 原來是真的 因為我每次看那個翻譯 都翻那個武當 我想說 他們其實剛好音譯還是 他們超愛看中國的武打片的 超愛看 就真的是 很喜歡中國的武打片 真的 就是我們那一群 就是你們那一群 Wu-Tang Clan 因為他說 就是同時代 我會比較長 對 對 我都超愛的 我想問一下索娜 你有聽過那個 潮州屠狗 對啊 很棒 潮州屠狗很棒 超讚 那個是少數我愛的 其實因為有粉絲說 我今天 不講話 其實是我很緊張 為什麼 因為我很喜歡黑人 為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你喜歡黑人 為什麼 我真正解釋 帶黑人握號 為什麼 黑人握號很酷 你解釋一下 我真的想要買車 但其實我想買那種跳跳的車 哈哈哈哈 MORRINER MORRINER 欸 欸 老闆一共 這個原來是西班 墨西哥的 哈哈哈哈 這墨西哥的 MORRINER是墨西哥的嗎 不是黑人嗎 那本來是墨西哥 本來是墨西哥 對 對 加州跟 不是一樣 其實一個是採棉花 一個是修前緣的 一個是Garden Garden不一樣 oh shit 我一個是賣玉米的 我一個是賣玉米的 你一定會被黃標 因為我覺得黑人很酷 但是就有人說其實 八加九或者是原住民就是台灣的黑人 台灣黑人也是 算是嗎 我覺得算是 我覺得絕對算是 但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原住民是原本就在台灣 黑人是被帶過來 黑人是從非洲被帶過來去美國 沒有 可是我覺得 任何人 我覺得這是不分民主 就是大家在青少年的時候 一定會想說 我要怎麼做最酷 我要怎麼做最帥 然後我一定會朝那個方向學習 但我還好我小時候沒有想要成為原住民 有原音嗎 我根本記不到 但我覺得 欸你好好講喔 行去演員 行去演員 開玩笑 我們再開玩笑 我是一個開玩笑的堂合 我很喜歡演奏 我很喜歡演奏 還是以為夏日的炒作土狗 他新首歌那個 愛愛愛生你嘴巴裡那首歌 沒聽過嗎 可能沒聽過 潮州土狗就是他 後來好像加入禁藥王他們公司 那個作型很棒 我喜歡 對 很酷 禁藥王 潮州土狗 就是 栗子還有 Elaine他們都是 所以夏日你有去過台灣的酒店嗎 有聽說那個地方 蛤 你沒有去過我想不可能 那是因為你女朋友在聽 那是因為我有去過 但是我去的時候 因為我沒有抽菸 就會覺得 欸 我知道有妹 但是 菸太多了 不好意思 我沒有辦法 就是那個菸味道我沒有辦法接受 喔 你是不抽菸的 對 我抽菸 喔 要綠的才 綠的 健康 你要講小姐 不抽菸的其實很難 他都是 你可以找 可是他坐下來之後 大概一個小時之後 他一定會出 一定要抽菸 為什麼 為什麼 他們習慣他們都是 不是 有嘴巴的東西 不是 不是啊 你如果今天是工作者的話 你現在坐下來 然後你說不抽菸 你會損失這樣一半以上的客戶 喔 因為客戶的 客人都喜歡小姐陪他抽菸 所以他一定會學會啊 所以他一定會學會 所以那個 那個 那個是基本 就是 就是你去酒店 你 你不抽菸不喝酒 基本上你沒客人 對啊 對啊 我選 了 我去管管 所以你去搬套還是全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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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謝謝各位 下次再空中語相見喔 我 從他這個發言 我就確認一件事情 就是索辣你真的很喜歡你 很愛你女朋友 超愛的超愛的 不是 我是確認他很愛台灣 他連四個都訂閱到 他還聽說台灣人 對不起我們都對他一水 在台灣才15年 他能不懂全套半套嗎 在台灣才15年 你說西裝對不對 全套加外套 半套就只有背心 3 piece 3 piece 超不對的 好辛苦 你中文哪裡學的 你中文很老 為什麼你台語這麼好 我坦白講我看過很多 我們在Comedy Club 遇到很多外國人 尤其早期 早期很多外國人跟我們一起表演 現在也蠻多的 現在232還是有一些 但重點是 大部分我覺得在台灣的外國人 其實很多外國人 他們很懶的學中文 因為中文很難 但你的中文 其實你中文算很好 我今天聽算很好 而且台語也好 你為什麼 你怎麼學的 你為什麼這麼好 OK 這樣我可以推我的新的產品吧 我跟妳講 沒有 就是因為我的學法是 我要懂文化 因為你要懂文化 你不是只能學語言 你要真的 去深入他們的文化 為什麼他們用這個說法 所以我是故意把我的 我搬到台灣的時候 是故意把我的生活 就是認識一些 完全不會講英文的人 然後也是 可能是黑社會啊 可能是那些 就是街頭上的人 因為我覺得 他們那算是 真正的文化 如果你要真的要懂一個文化 對 對 所以那時候 我就很認真去學 口音 跟他們的那些 很重要的 對 因為我發現台語 其實跟我們黑人的英文 蠻像 就是一些 對 很像 超像 就是你的口音 跟你的音調 好 是會 我可以決定 你的想法 就是你要講什麼 對 對 所以以後我們就 我們大概一點前 我們就推我們那個 西亞英文的課程 就是很多饒舌歌手 可能要用 把英文放在他們的歌詞裡面 但是他們沒有說 under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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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知道 對 所以以後我們就 我們就推我們西亞英文的課程 就讓你可以學 真正的 就是算是 Ebonic 黑人的說法 怎麼知道這個原來是從哪裡來的 然後怎麼用對的 你不會用錯的 然後我們呢 等一下我們新的課程 就是 2 hour English 就是你怎麼用英文開玩笑 因為很多 很多台灣人 可能 教很多台灣 美國的朋友 好怪 就是講英文的朋友 他聽他們笑話 他們都不知道笑什麼 你就是很尷尬說 那你都聽不懂在講什麼 所以我們是用這個課程 去讓你知道 A 他們在講什麼 B怎麼用 英文開玩笑 是用我嗎 Humor Humor 用Humor個人的家開玩笑 對對對 所以因為這個都是我的個人的紀念 去學中文 我就把它翻成英文 所以 那是 how I learned Chinese 同樣 大家就在講一些 打我要笨蛋 我都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意思 那是網路梗 那是網路梗 周星石 對 對 學中文是這樣子 所以你是真的跟這個 跟當地的人很local 尤其是local people 相處 然後跟他們 hand out 然後你就是學到這些東西 對 而且包括是很在地化的 Slang 然後一些 口語 語調 沒錯 超棒 所以你的課程的話 要去哪邊可以買了 我在我們的網站 叫goodbikemob.com sign up now and get 30% off 所以我們要Google 我們要搜集什麼關鍵詞 可以找你的現實課程 對你去我們的頻道 我們就是goodbikemob 就會在這邊 我們明天要 我們要上一個新集 我們就會特別推 我們那個新的課程 OK cool 然後推的時候 我們要講Tom Cruise 喔哇 新的課程講Tom Cruise 沒有沒有我說 對不起我要講對 我們的新的就是New Episode 明天新的集 我們要講Tom Cruise的概念 因為好像一些事情要發生 你說在你的YouTube Channel嗎 在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對 Tom Cruise 我只知道它最近要 新電影要上而已 TOP-Gong 他還有另外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 很多人都不知道 噢噢噢噢噢 所以什麼時候會上架 我們來看 明天晚上應該是10點 我們都會講 對很多人我發現在 國外在講 很少台灣人 台灣在講那些事情 有一個很大部的電影 Tom Cruise可能會出現 可是我為什麼 我會喜歡他們兩位 因為他們都很適合 哪兩位 郝倫跟索娜 索娜他們都很適合來講台灣的Comedy 我覺得你們兩個都很適合做Stand-up 而且你們的精神精神都很像 你有想過做Stand-up在台灣 沒有沒有沒有我覺得你 你已經比大部分Stand-up comedy好笑了 沒有我跟你講 我現在推薦一個 我現在幫你介紹一個笑話 是我的好朋友6塊錢寫的 你說你說 我很討厭我自己 我是個黑人 可是我怕黑 很爛 爛嗎 爛嗎 但是6塊錢寫的 所以我給你寫 爛 那個很爛 I was expecting like a punch I don't know 我覺得Stand-up 你真的要很強 是因為你要在現場 就是在舞台上 如果you fucked up 大家就說you fucked up 你懂嗎 可是他們的頻道 我們在躲在鏡頭後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點不一樣 針對一下剛剛那個笑話 我很開心 6塊錢離開這個節目 6塊錢你就待在你的舞台區就好了嗎 對 好好演舞台區就好了 不要再回來講了 所以郝倫有決定好要做脫口秀了沒有 我們一起 我們要做慢柴 所有人跟索索做慢柴都會超有趣的 索索做到慢柴嗎 有聽過 對 他們兩個做超棒的 你們兩個做慢柴很屌 對 那我們的set就是個low rider的車子 繼續放 然後我們親一些大奶妹的gas 大奶妹 大奶妹 按這個button 其實你們這樣也不用慢柴 也就是在那邊low rider5分鐘可以下去 大奶妹吃漢堡 很多sauce在身上 給他一瓶氣泡水 如果想要學英文的話 就去看索納的 對goodbye mob.com 或去我們的 就是好機車的頻道 對對對 那瞭解兩性 不要讓自己變成Will Smith的話 就要看郝倫的聖上課程 郝倫先介紹一下 無情業配 無情業配 好人的幸福外兵法 是結合東方的傳統智慧 以及西方最新的洪耀丸智慧 虛家必備 防止你變成 就是說 孫子兵法加洪耀丸 對加洪耀丸 就是說 我只用一句總結啦 男人要好好保護自己 沒錯 可是我覺得很 因為我聽好幾集之後 我突然覺得有道理 你說好幾集 那個浩倫直播 因為 孫子兵法他只教你 就是心理戰的部分 可是心理戰 他把他 都一直把他套用在戰爭 可是心理戰 就是也很切合 就是在男女交往之間 他也是一種心理戰 都是心理戰 而且女生特別容易 對男生用心理戰 其實Will Smith是怎麼想 都比JEDA強 但是JEDA就是完全 對啊對啊 JEDA完全控制住 心靈控制住 心靈控制吧 心靈控制吧 心靈控制 But Will Smith can get better 對 But he doesn't know 他不知道 他被洗腦了 你懂我意思嗎 Maybe he likes 有聽說 有聽說 Mushroom Mushroom 蘑菇 為什麼是Mushroom 因為很Q吧 因為很多重心 Oh my god 所以未來 未來有什麼 Sona未來有什麼規劃嗎 就是在 除了你的YouTube頻道 我看你最近還有賣NFT 喔那個是跟那個 那個誰 對對對 跟那個就是炒作出國的他們一起 因為我們 他們的那個節目 叫The In 然後我們也是一起寫一首歌 然後把那首歌就變成 唱片嘛 唱片跟NFT 對對對 所以未來還有什麼規劃嗎 就除了YouTube頻道 目前 如果你有兒子想要 學忍者的動作 來我們的跑酷場館 學NFT 不要帥高 你自己教嗎 還是還有很多Coach 我們還有很多Coach 我偶爾會教 我會教NRF槍站 因為這樣可以射小朋友 你說NRF是NRF槍站 我會有槍站啊 對啊 What 真的玩那個嗎 我不騙你 我們的場館裡面 我們很多就是 保麗龍的Box 可以改秘密基地 我們有盾牌 我們有子彈 我們有炸彈都有的 然後呢 課程我們就是 分兩隊 分兩隊 基本跑酷動作可以躲子彈 但是我的NRF槍太強 所以你躲不起來 我會射你 如果你要把你的兒子 就是讓我的課 被我射就可以了 所以你是NRF master 對算是 我是NRF 因為德州人 我很愛槍 但是我買不到 所以我很多把 我是NRF捍衛熱物的 什麼都有的 所以那個NRF的課程是for kids 對 我們還要整輪 都是弓箭 我們還要弓箭 What the fuck 對NRF的弓箭 NRF的弓箭 但是它是 你被射會很痛 不會像 Painball那種的 就是 那個柴 Painball撞球 Painball 沒有就是柴槍 就是你射會有顏色的 那種 漆彈的那種 對 但是它是弓箭的 然後你被撞的時候 有一點不舒服 可以這樣說的 喔 超好玩的 但是一碗要大概50人 50個人才可以玩 要50個人才能報名 對對對 喔哇 你的群組 比如說你的公司 要做一些company outing 還是 可以聯絡 至少 我們可以接 大概20個人 但是如果真的好玩 要50個人 所以25比25 喔 要好玩的話 要到25 對對對 很大欸 室內室外 室內 室內 室內可以塞50個人 我們內湖店蠻大 內湖店很大 oh shit 哇 我們下次 我們下次Compity尾牙 對啊 我們Compity尾牙去那裡好不好 對啊 也可以來我們那個板橋館 玩槍站啊 OK 也可以啊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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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槍射下去是那衣服會融化的嗎 我聽不懂 不好意思 你聽不懂 你聽不懂 這什麼家 這是日本AP的企劃 有這種企劃嗎 就那種你要穿泳裝特製的 那種被噴水3秒會融化這樣 你看過這個AP 沒有看過嗎 對啊 好 喔!你的片子看得很少 謝謝寬寬的抖內 謝謝供應倫教主聖安 教主千歲千歲千歲 喔!被稱為教主了 喔!Shit 你小時候看 我覺得他現在的髮型跟鬍子他都很像Jesus 你有感覺到 Jesus? 有! Jesus Jesus 你是Miguel變成Jesus 你有 ruh 這邊有一個新很酷的叫做派對卡孔 喔!我看到這個 年青那些動畫 你知道諸葛亮嗎 對 竹葛亮穿越時刻 我覺得跟黑人講這個我覺得 好有成就感 超磨患的isto 手 surgeons是我的V tuber 他手上是VTuber 他是真人喔 你看他平台現在看VTuber一樣 對就是你知道誰打VTuber 你知道朱葛亮 對 朱葛亮我知道了 朱葛亮不是朱葛亮 我也是朱葛亮 朱葛亮是朱葛亮的 朱葛亮是朱葛亮 朱葛亮不是 你是在三國時代喔 劉備 曹操 沒有 抱歉 3 Kingdom in China OK 3 Kingdom 他是一個Anime 很好看 很好看嗎 我還沒看我在想要不要追這一部 有追的價值 他一定是神作 神作是不是 好好好 他對我們來講是The God of Anime 那個Mike Arthur還是像嗎 你說誰 孔明 你說朱葛亮 朱葛亮跟Mike Arthur 我不知道像不像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OK 無戰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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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後我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每一次節目最後都要問觀眾 所以 索納你的YouTuber的性幻想對象的前三名是誰 你可以再問一次嗎 後面有沒有聽不懂 你說性 YouTuber YouTuber的性幻想就是 Top3嗎 Top3 Top3YouTuber 全世界嗎還是台灣 Oh shit 我們有針對台灣 我們有針對台灣 因為全世界可能很多觀眾是不知道的 OKOK 台灣的 台灣 我們想知道你喜歡怎麼樣類型的台灣女生 嗯 蛤 什麼意思 他沒有聽到性幻想 他沒有聽懂這個詞 是不是 Not your most like Not your most like But your most wanna sex with Oh shit 是 你剛剛是不是想講男生 對 對 我們還在說波浪網欸 我們還在說波浪網 小妹 Poly shit 是女性YouTuber嗎 那女性 女性YouTuber You want to sex with the most The most 我都認識 我都認識 你不能說 我都認識 我都認識嗎 都認識嗎 不是啊 不是啊 我講都沒有風險 因為他們都不會找我 對對對 因為 那 沒有是因為 可能手納認識欸 就是生活之中認識的 可能不太一樣 那是另外一回事 很難很難 因為都認識不好意思說的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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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 一個一個也可以 你不認識 但是你覺得 你不認識的或是你不認識 我很想聽欸 我覺得 那也要關掉節目是不是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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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點 是big ass嗎 啊 big ass 我覺得 我覺得他很亞洲 其實台灣很少 台灣 大屁股的 可是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摸不然很亞洲 剛剛聽他講話 我就覺得他很喜歡可愛的 他很喜歡可愛的女生 看你要怎麼用 我跟我索娜的IG 他的IG 他要跟女朋友合照 他女朋友是 一個不是可愛 是Hot Model 喔 算是嗎 我覺得 心上面 可以可以可以 我就是知道他屁股很大 他也知道 就不是一個女人 所以大家現場觀眾知道 就是 大屁股的女Youtuber 前三名就是索娜的Top3 OK 大家自己 大家自己留言是誰 對 那女 如果有人說是女明星呢 女明星 台灣吧 對台灣 not youtuber 女明星 like celebrity 有幾個 我可能會遇到我們算的 呃 Julia Wu 好想要留下齒橫喔 為什麼變成日本人 對 真的浩瑟的感覺 還有誰 Julia Wu跟那個 他們都是歌手 都是在R&B那一區 9M爸爸 不 不 我們還喜歡9M爸爸 他很酷 但是他不是我的味道 他也不是你耶 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 Ju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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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喜歡吧 Julia 你很破壞自己的原則 Julia Julia 比9M爸爸好一點 如果你是說 講性幻想的話 對 你的原則不是 Julia好一點 現在都是 Julia 你知道 Ig有很多一些 我們講超讚 Julia Ig model 我們都有在follow 我真的 我都很follow 因為女朋友是follow我 我是偷偷看那個story 就這樣 永遠follow 對 你知道我在看 但是我沒有在follow 你的頭像會出現他的線動 Julia Sona有看我線動 為什麼他沒有follow我 Ju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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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大屁股的Ig Ig Ig model Ju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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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今天到這邊了 謝謝S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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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來直播 我們下禮拜一晚上9點見 我們還有一個DNAD要念一下 OK 還有一個DNAD 這個 這個 拒錘瑞斯說 希望Sona可以和教主說 1313113的英文 什麼 什麼 我也不知道 1313113 萬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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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應好快我的天啊 喔無聊 好無聊 它是像 中國的英國 OK 1313113 這類型的 是像 萬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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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萬歲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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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先來個Empire Empire Empire OK 好啦 已經念了高興了 下禮拜一晚上9點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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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h 阿